好 如果喜欢吃乳肉饭的话 真的要有所节制了 我们来看到呢 这一餐吃了六碗乳肉饭 结果呢 一个非常健壮的男子 因此呢 罹患了胆囊炎 其实这是一个46岁的沈先生 他常常应酬 也会大吃大喝了 结果呢 他一口气吃了六碗乳肉饭 不过吃到第三碗的时候 就觉得肚子不太舒服 腹部呢 痛到站不直 结果呢 经过检查之后 发现是急性的胆囊炎 切除胆囊之后 才缓解疼痛 医生也特别提醒大家 如果呢 长期吃控肉啊 乳肉这些高油脂的食物 很容易引发这个胆结石啊 或是急性的胆囊炎 当你的右上腹疼痛的时候 就应该赶快去看医生了